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停了下来 后面几个小伙儿立刻骂马咧咧 鸣笛催促 这时看到车上下了一个白人老头 他们立刻走了 恨不得马上原地消失 这个老头就是伦敦威名赫赫的黑帮教父Peter 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 现在他有一个要迫切拔掉的眼中钉 就是印度泰米尔邦派的首领西瓦多斯 为了对付这些外来移民 他通过渠道派手下约翰和一个印度侨民翻译 去泰米尔省的马杜莱市 找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苏莉 作为当地恶名远洋的团伙头子 他还经营着一家餐馆 这天翻译带着约翰来到餐馆刚坐下 就碰到了苏莉的仇家前来报复 不过最后全被苏莉拿着自制土炸弹赶跑了 第二天他们向苏莉提起去英国帮忙的是 苏莉要求每周给他20万酬劳 翻译感到难以置信 他向约翰转达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要求 翻译惊呆了 自己一年都挣不了这么多 既然有钱拿 当然说走就走 苏莉和皮特的会面非常顺利 他们现在的共同敌人就是这个西瓦多斯 话说这个西瓦作为移民英国的印度泰米尔人首领 手下不但有各种生意打理 而且还向国外走私武器 他们交易不用现金而是黄金 苏莉凭借自己泰米尔人的身份 渐渐接近了西瓦的手下 在他的地盘做了详尽调查 这天晚上他和翻译小哥去酒吧消遣时 看到了他心目中的女生阿提拉 然后他莽撞的上去表白 意外发现对方也会讲泰米尔语 但想在进一步接近他时却被保安拦住了 第二天苏莉向皮特报告了他最近的调查结果 他判断西瓦很可能是通过殡葬业务转移武器 他们做了详细的计划 果然第二天顺利的拦下了零数车 截获了大量的武器 这让西瓦很意外 他怀疑队伍中出了叛徒 直到他的生意又一次被苏莉和皮特的手下破坏 还损失了几个重要助手和自己的兄弟老张 他们痛苦又愤怒的在老张的葬礼上跳舞时 误出了那个泰米尔叛徒正是最近才到英国的苏莉 当天晚上就把苏莉抓到了老窝 西瓦好像并没有要除掉苏莉的打算 尽管手下们都蠢蠢欲动 恨不得先杀着而后快 而苏莉看出来了这一点 他话言巧语的骗取到西瓦的信任 答应安排他和皮特进行一场和平谈判 并在会面现场藏好武器帮他杀掉皮特 两个老大会面这天 各自带着一名自己的亲信进了大厅 皮特带的正是苏莉 而西瓦的手下假装去帮他拿烟石 打破了售卖机拿出了苏莉藏好的手枪 局面似乎一下变得对皮特非常不利 但他却临危不惧 因为苏莉并没有背叛他 而是背叛了自己的泰米尔同胞 西瓦手里的枪没有子弹 苏莉趁机打倒西瓦的手下 并从沙发下拿出一把砍刀 当皮特接过砍刀准备下手时 西瓦看着苏莉说了一句 随后他的人生就这样悲惨落幕了 而他带来的手下们也被对面的英国佬全部杀掉 泰米尔邦派这次几乎全军覆灭 老皮特非常开心 直接奖励给苏莉一片街区 把这里他的家乡命名为小马都赖 从此苏莉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他把自己的母亲和亲戚都接来生活 眼看快要走上人生巅峰 就差他的下一步计划实现了 那就是娶阿提拉为妻 这时阿提拉已经看到了他的无限风光 对他的成功也表达了钦佩 但他认为两个人还是应该先从约会开始 不幸的是他们第一次约会就遭到了西瓦鱼党的报复 苏莉伸住树枪掉入盒中 幸好阿提拉第一时间报警 苏莉被及时送到了医院抢救 他在医生的努力下保住了性命 但卧床不起持续数日昏迷不醒 这天阿提拉来看过他后 拿出针管向他的药袋中注射了什么 这天苏莉早已经醒了 他坐起来拔掉针针 质问阿提拉为何这样对待自己 最终逼得他交代了事情 原来他确实是想杀掉苏莉 为西瓦报仇 那天的约会也是他提前设计的圈套 不过看到苏莉的惨状 他当时又后悔了 但是他与西瓦又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阿提拉和哥哥 及他的儿子是斯里兰卡内战的幸存者 他们在难民营认识了西瓦的手下 在其帮助下逃往英国 寻求西瓦的庇护 可惜阿提拉的哥哥在途中被警察抓走了 而西瓦表面上是黑帮大佬 实际上却以帮助在伦敦的各国难民为己任 是一位受人爱戴的侠义之士 他为了帮助难民开始靠走私 谋取更多的经济来源 老皮特作为一个极端排外的种族主义者 更是非除掉他不可 而西瓦当时抓到苏莉 并没有动杀意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知道阿提拉喜欢苏莉 现在阿提拉的哥哥 就在老皮特的私人集中营里关着 没有了西瓦的帮助 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营救哥哥了 苏莉现在知道了原因 他打算帮助阿提拉 继续完成西瓦未完成的事业 首先他找到了老皮特 请求他放了阿提拉的哥哥 没想到老皮特痛快地答应了 同时警告他不要想着做英雄 苏莉说老子才不是英雄 老子是天真的恶棍 但他离开后却另有打算 找到了西瓦剩余的两个德力手下 和他们一起追回了西瓦 用于救助难民的资金 但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老皮特找上门警告了苏莉不要多管闲事 同时要求他尽快前往博明汉 行刺一位部长 这位部长因为反对老皮特 支持的反移民法案 而成为了他下一个要除掉的目标 派苏莉去也是以防行刺失败 刚好就可以把罪名赖到印度移民身上 可是苏莉现在已经不像之前那样 甘心做他的工具人了 他找到老皮特说 自己打算金喷洗手好好做生意 不再涉足打打杀杀的江湖了 老皮特就问了他一句话 苏莉留下一句no就走了 老皮特派出的杀手也随之而来 袭击了他的餐馆 打死了他老家的一个朋友 最后逼得他不得不在电话里改口说yes 苏莉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帮朋友办完葬礼再出发 在老皮特手下的监视下 他趁着葬礼奏乐唱歌之际 布置了接下来的计划 第二天去博明汉的路上 两辆车一前一后将他拦截下来 苏莉趁机向同车的老外们发起了袭击 并顺利脱身 然后他和泰米尔邦的余党们 杀向了老皮特的家 一顿激烈的战斗结束后 他并没有杀掉孤立无援的老皮特 而是把他带到了中东某地 苏莉已经销毁了 所有能证明皮特身份的材料 并给他留下了一份假护照 让他在此以无国鸡的难民身份度过余生 作为对他这种族主义者的惩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